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一直看著他的車尾燈 一直追不上 所以如果以籃球比喻的話 你就是LBJ 他是Michael Jordan 一直追他車尾燈 因為他冠軍比你多嘛 對不對 是是是 是不是 是 應該這樣 那你心目中的他是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你跟他的朋友那一邊 一開始不認識他的時候 應該覺得就像他的形象一樣 就是很酷的 很酷的 然後不多話的 對 但是後來認識他之後呢 就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蠻照顧後輩的 然後 蠻 不能說慈祥 蠻親切的 因為大哥這樣 是 是 那你怎麼跟他邀約金錢來幫你加油的人 其實我覺得 邀請他其實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那個達成的機率可能不大了 因為畢竟以前處於不同的正義嘛 但是他能來是我很大的願望 我就是 我也不好意思 妻子打給他 我就請旁邊的人先幫我問一下這樣 想不到他答應了 對 那 這是意料中的事 本來我是想說 如果社會大哥不來 那我的氣氛會可能就不開了 是吧 開了也沒有意義 所以代表著 當你進入搖滾棉堂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隱言人的意思 對不對 呃 哇 這獎好大 搖滾 我們聲稱歡迎 搖滾界的 麥可卓登 歡迎 趙團 嗨大家好 謝謝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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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拍個趙好不好 好 你看以前老闆多沒格局啊 音樂人其實我們不應該有這種隔閡 所以看他們我覺得我們都是音樂人 只是知道唱片公司老闆彼此的恩怨 造就了我們彼此的隔閡 所以那個年代你們是可以合唱歌的嗎 合唱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而且那個時候我說真的 那個東方快車處心機率想要幹掉的人就是 我完全知道他當初飛碟把他 就是組那個所謂東方快車的一個 就是針對你而來的 策略其實是衝著我來的 但是呢 還是沒有把它幹掉 沒有啦這個不存在幹不幹掉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個世界夠大了 足以容納我們這麼多的音樂人嘛對不對 所以對我們來講 尤其我啦我覺得 喔他是來幹掉的沒關係 就是放馬過來 但是 就是我覺得大家一定可以 就是說 在這個 只要是自己的音樂有它的特色 我覺得在這個 樂壇一定可以站到自己的 這個 就是說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啦 謝謝